嗨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好像是大家就一面吃 因為我在高鐵上吃過了 所以不用擔心 我沒有吃到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然後投影師有點問題 還是就是用他們的電腦也可以啊 就是不一定要用我們的電腦 你們如果有筆電的話 也可以用你們的 沒關係 他們沒有就輕唱 輕唱是不是 那我想 因為他們現在 可能要換那台電腦也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想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還是可以先連到 待會會投影出來的那個網址 那個網址很好記 slido.com 然後如果這個投影有投出來的話 應該一瞬間就會出現的螢幕 像slido.com 那在上面 如果已經連上去的話 可以輸入00128 理論上 很快就會有一個QR Code出現 然後在上面大概 大家用手機問問題 就是算是一種體驗 因為今天人其實沒有那麼多 對 其實人沒有那麼多 所以其實 我們到底有沒有數位麥克風 有好幾個麥克風嗎 還是只有一個 還是只有一個 OK 那其實我想這個 房間的距離 如果不要用麥克風 其實我大概也可以聽得見 所以就是隨時都歡迎打斷我 然後隨時就開始 就是launch into conversation 然後 那如果就是需要麥克風的話 那就可能請客人幫忙 D麥克風 那我們就盡量讓這樣子 就是比較conversational 就是這種對談的這種方式 那為什麼我剛剛說 就是想體驗的人 還是可以體驗一下用手機的問題 是因為通常在這張 就是一個多小時的 就是演講活動裡面 你看 不是我電腦的問題 是投影機的問題 對 SLIDO.com 然後輸入00128 00128 對 可能要在群組裡面PO一下 就像SLIDO.com 然後輸入00128 應該應該 我DEMO一下好了 OK 好 怎麼樣 對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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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們 有什麼 就用什麼 對 然後00128之後 它就會跑到一個 大家都可以問問題 那 因為是匿名的啦 主要這個體驗的好玩的地方 是它是匿名的 所以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任何身份問問題 那問了問題之後 如果覺得別人的問題 或以前我想分享的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就要按讚就可以了 終於有QR Code 所以 就是說 就這樣 那你這個iPhone給我 對 就是說 不管是掃出的QR Code 那這樣就不用去寄那個很長的網址 或者是 是SLIDO.com 10028 或者在群組 希望很快就會有一個連結出現 那 像在裡面 加朋友那個地方也可以用 那 加朋友那個地方 它會直接跳出一個 SLIDO的連結 那如果有人已經上去的話 歡迎就是 試試看 在上面PO個什麼 晚安啊 或者是嗨啊 哈囉吧 等等的這些 然後讓我確定說 這台電腦真的有連上網路 嗨啊 嗨好 真是非非 非常的 非常的即時 瞬間就有兩個嗨 那所以我就demo一下 這個系統怎麼用 就是 如果有人按了讚的話 讚的數量那個比較高的 好比方說 你比較喜歡講晚安 而比較不喜歡講話 你可以按晚安讚 那我按右邊有個讚 你可以在手機上面按 那按讚數量高的話 它就會往上浮 那如果 就是上 就是按讚的數量越多 好比方現在嗨喔 的讚數比其他人多 它就會跑到最上面去 那我只要把它highlight起來 那大家就知道說 我正在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 要不要以這個問題來講 我只要說嗨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那收起來之後 那就換下一個 也還是嗨喔 好 我就要把它收起來等待 對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比較不會打斷我 那也比較不會打斷 正在發言的朋友 那就算我跟其中 就是一位朋友 開始邀請天來 那其他人也可以 in the background 然後想一想說 比較希望我講什麼題目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比較知道說 關於這個題目 在搶三十位朋友裡面 說不定有十位朋友想要聽呢 說不定有五位朋友 十五位朋友想要聽呢 等等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就可以一下子就知道說 就是大家看到同樣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只要把它這樣 highlight起來 那大家腦裡就馬上知道 說我們在談同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要怎麼樣 同步同控制 二十五個人的腦波 就是靠這樣子的 增幅的裝置做到的 就是只要靠一套投影機就可以了 這是免費的軟體 然後中文翻譯是我做的 所以如果翻譯做得不好的話 所以先跟我講 然後這家公司是一個新創 我支持它滿久了 那它在今年剛剛宣布 被Sysco併購 那並不應該在一兩個月之內會完成 它會變成WebEx的功能的一部分 那所以也算是搶先體驗 Sysco WebEx的新功能吧 這樣子 以上並沒有收到Sysco WebEx 好 那所以在大家還在想要 就是要我講什麼之前 那我就先稍微講一下 就是沒有 好其實已經有一個程序動議了 就是可不可以講話慢一點 可以沒有問題 好的 我講話其實就是 就是我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是有一點點方慢 但是為了大家就是一面吃飯 比較就是relax的節奏 那我從現在建築號開始 我在豆號的地方 多挺一拍 在句號的地方 多挺兩拍 這樣子應該速度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 那我們就就是配合一下速度 好的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 對於建築業 在數月時代的發展 有什麼樣子的建議 那當然在場都是行家 我是絕對不會翻門弄斧 給各位什麼建議的 不過我自己在 雖然不是建築 但是做的是 Social Interaction Design 就是社會互動的設計 那也許也有一些 好比像說我們這邊 所謂的Design Pattern 就是設計的樣式 其實是從建築那邊 就是偷學過來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想法 大概以社會創新這個題目來講 大概就是三個主要的Pattern 那這個可能之前大家也有聽過 但我快速的講一下 我們在社會創新 這個定義就是 眾人知識 眾人主職 對大家都有幫助的事情 大家想新的方法 然後就團來做 那這個呢 大概有三個Pattern 如果都可以滿足的話 那這個社會創新就比較會成功 那就是Fast Fair Fun 就是快速公平有趣 那快速 大家可能都已經知道 我們像Slido這樣的做法 大家隨時有一個程序動議 好比像說速度已經可以了 不用再慢了 那我瞬間就可以看到 然後也瞬間可以給出交代 就是可以accountable 那這樣子快速accountable的這個方式 就確保說 當一個創新 他在當萌芽的時候 他那個價值的主軸 可以很快地 切合社會實際的需要 我們說軸轉 就是有主軸 就可以一直轉 那所以像我們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靠PTT 這個其實不是什麼公司 也不是什麼營利組織 也沒有廣告上 根本就是台大學生的一個PET Project 一個小玩意兒 只是玩了很久 的這樣子一個PBS站 然後讓所有人都看到說 李萬良一席的說七個 就是在武漢的SARS案例 看起來就好像真的是 那麼一回事 那就是靠大家 貢獻自己一點點參與的時間 那可能下班很累了 上網想要耍廢 但是一看到 看起來好像是SARS的案例 那就開始各省本領 然後去減上氛圍 發現說這個看起來不是謠言 這個是真的 那這樣子的話 各界的朋友都可以快速的 去向彼此給出交代 這樣子的話 這件事情它的真實性 立刻就提高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1月1號 就開始做登基建議 所以這個是快速的這一個部分 那公平的部分 當然大家都已經可能聽過很多次 就是關於口罩實名制的事情 不過口罩實名制 比較少被講的就是 其實我們有很多丟掉不用的案子 好比像說在藥局實名制之前 其實主要我們開發的案子 是在便利商店用 記名郵郵卡或E卡通 或者行動支付來購買 也就是說它也是實名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重複購買 而且其實那個系統是現成的 藥局我們還要去改健保署的系統 但是便利商店的實名制 其實當時是說我們1天就可以推出 但是我們最後是決定不這樣推出 那原因就是它會不公平 它會造成說沒有行動支付 或者用機名郵卡購買習慣的朋友 這個朋友可能佔3、4成的人口 它會變成是沒有辦法買得到口罩 但是我們的目的是要7成5的人買得到口罩 這樣子才會有所謂的群體免疫 就是把這個當作物理疫苗來看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讓一小部分的人 或最多人口無成5的人 很容易買到口罩 其實是defeat the purpose 所以這個公平性 我們這樣子一試算完之後 就把那個案子丟掉了 那在超商的預購也是如此 就是藥局撲了之後 我們做了超商的預購 最早的那個題目的解法 是用提款機 然後在輸入自己的提款卡密碼之後 轉52塊心態幣給機關稅 然後那個收據 不是一個小的那個QR Code的那個 就是感熱值的單子嗎 可以一個禮拜之後到櫃檯去換口罩 所以實名跟付款在同一個行動完成 那這個也是開發很快 而且是像是現成的 已經由廠商寫好了 那最後這個案子我們也去掉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去跟就是 包含我88歲的阿嬤 還有她的年輕朋友77歲的女兒奶奶 我們實際去做臨場測試的時候 就發現老人家非常抗拒 在提款機輸入密碼 他們說如果要輸入密碼的話 那個165詐騙的那個 反詐騙的那個貼紙 會一直提醒他們 雖然轉52塊出去 他們腦裡會補好幾個零 絕對好像會轉52塊出去之類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寧可需要去排隊 那again它會 defeat the purpose 所以後來我們就 就是回來打掉重練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 還是用健保卡 而且不用輸入密碼的這個流程 所以這題目我們走轉了非常多次 大概目的都是為了inclusion 就是為了讓這個公平心去 最不會使用社會科技的人 還是會覺得樂意使用 或至少貨幣本來的差 但是這個也是社會創新 它要真的能夠擴散最重要的 不然都是在同溫層裡面而已 那最後就是樂趣嘛 就是好玩 那這個當然總裁正向防疫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事實上總裁一直在推陳初心 那比較早然知道的是總裁 他是衛福部的一個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 在每個部會都有一群這樣子的人 專門回應線上的這些鄉民 那這些朋友們 他的不像國會聯絡人是跟你叫得出名字的一些利潤 或者新聞聯絡人是交出名字的一些記者互動 開放政府聯絡人每次都是要跟新的hashtag 就是新的潮詞新的主題標籤互動 所以他是腦袋要特別靈活 那所以衛福部的那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其實他就住在衛福部大樓的旁邊 那他家裡的那隻柴犬就是總裁 所以他每次需要一個新的梗的時候 他就拼完指揮官的計程會回家拍個照 然後他就有一個新的梗圖 不像海訊書還要付錢買那些圖 他是就是都不用付錢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把那個就是採權擺成任何的姿勢 那所以就有這個 想要戴口罩不要嚇到吃手手啊 什麼保持社交距離是兩隻狗的距離啊 那室內就是三隻狗的距離啊 等等的這些 源源不絕的這些本土 那他也是那個建議指揮官說 如果有小男生說他不想戴粉紅色口罩 那指揮官應該要戴上粉紅色口罩的那個人 那指揮官當然還加碼說他最喜歡粉紅包的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粉紅口罩 彩虹口罩 螢光口罩 暴雲口罩 忽然之間都讓大家願意傳播值得戴口罩 保護自己不要嚇到吃手手的這個概念 能夠快速的擴展 那這個是樂趣的部分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了解到說 就是快速公平樂趣 這三個不是說做一個犧牲另外兩個 我們每一個決定他在設計的時候 都要這三個同事做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達到說 一傳十十傳百 不用我們一天到晚在那邊講證明宣導 而是說這個概念本身能看值得傳播 所以大家都很願意提醒彼此 那這樣自然就造成所有的具體能力 大概是這樣子的開場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 以我的經歷推廣數位的教育跟自學的非主流 是不是有抵觸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在以前確實我自己中二 就是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決定載學 但是這個載學其實當時是非法的 因為有一個叫強迫入學條例 我每天不去學校就要發錢 那所以當時我是腦裡頭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 談判的劇本 然後想要去跟我的校長談說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研究的興趣 那我一天醒著十六小時 就是有一半要浪費在你的學校 所以我只要八小時做研究 如果你讓我不用上學的話 我可以十六個小時都來做研究 那有什麼想法 那我本來已經覺得他一定會拒絕我 拒絕之後我有很多談判策略可以用 那但是後來他聽了我這個請求之後 他想了大概一分鐘很認真的想法 我跟那些學者的E-mail什麼 我都列印起來給他看 他很認真想 想完之後他就說 好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上學了 那我說那強迫入學條例怎麼辦呢 他就說教育局那邊我幫你處理 所謂的處理就是衛造文書的意思 我現在追溯期已經過了 所以在這邊大大方方講這個 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從當時就是中二的心靈裡面就種下一顆種子說 功效人員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人 那你應該碰到一個真的很創新 就是非常有擔當的校長 那但是在這樣子之後我就發現說 也不是只有我這樣子啊 增養也是這樣子 也是靠他校長保佑啊 另外一位好像下圍棋的朋友也是這樣子 當時有很多人這樣子 所以後來應該開會社交局吧 就開了一個公廳會 那我們就上去討論嘛 那後來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實驗教育10%的學生可以自己 不管課綱怎麼寫 他自己寫一套課綱就是他的學習計畫出來 那只要縣市政府的那個生意委員會通過 那他就可以去加入所謂非主流的這個自學 所以以前要靠校長去公民不服從嘛 那但是現在就不需要 現在是這個體制其實是把實驗教育 當成主流教育旁邊的類似像研究的這個分值 那他研究了10年之後 我們研究出來的哪些應該做自發互動共好等等 那哪些不應該做 好比像說學生跟學生之間 人跟個人的比較之類 那這些現在就回來變成新課綱的一部分 等於研究出了一個成果之後 他可以普及嘛 所以我覺得他跟就是盥行教育 主流教育 公民教育有很多講法了 其實一點都不抵觸 因為我們在實驗教育這邊 拿很多國外的理念也好 我們本土發展出來的理念也好 有一些真的很可行 我們就變成課綱的一部分 有些不可行 那我們就知道課綱不要這樣子設計 但是無論如何 他都是研究至於開發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數位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網路取代碼 如果我們不需要說 好像我一定要到你的教室 才能夠觀客 或者共同備客等等 任何人他只要在網路上面 接取到我們的直播 或者是說現在有很多 共同備客的群組 根本就是純線上 或者像那個孟恩 孟德恩四方社群 他們也有非常多線上的 就是教材教案的分享 然後我跟他們對談 也是在網路上可以直播看得到等等 那這樣的情況下 一個好的教材教法 它的擴散的速度就比以前快很多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並不難啊 我也可以使用看看 所以星赫康這種 就是讓學生自己決定他感興趣的方向 但是老師引導他去跟別的學生 可能是跨年齡的 可能跨領域的 跨場域的去結合 那這個本來覺得很困難 但是現在發現 其實你只要有手機 你把不同的地方 帶到同一個房間裡面 只要有像這種投影機 如果不要接觸不良的話 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兩三個城市 縫合成同一個城市的這種感覺 同一個地方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 其實人跟人之間那種親切的感覺 見面三分情的感覺 以現在的這個品觀其實還蠻容易傳遞的 那這也是 像我們之前在2000年左右 就用過視訊的人 會覺得很高興 因為那個時候見面三分情 那視訊可能兩存情 有時候聲音抽格 倒扣一份情都有 但是現在因為就是四局 都是四九九吃到飽 這個不是我們故意的 但是最後就變成這樣 現在好像四六九就吃到飽了 那這個情況下 反正你都附了四九九 不用白不用 那為什麼不把就是遠距的教師 遠距的教師 都能夠帶到這個課堂裡呢 那這個就讓在實驗教育 跟主流教育中間的理念傳遞 跟教材教法傳遞 變得更加靈活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optimistic 就是非常樂觀的一件事情 好 那都是很軟的問題 那接下來終於要一個 就是比較挑戰性的 來 目前湯會員服務於 蔡英文政府也展現出 該政府對於新思維的接受度較高 但如果有一天政黨的問題 您人會願意為政治立場 不同的政黨服務嗎 如果會的話 判斷決定的重要依據是什麼 如果不會是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2014年年底就在行政院 那時候 那時候 不是佔領行政院 我是佔領行政院 那時候 不是佔領行政院 是2014年三月 對 我是佔領立法院 Anyway 那我們當時 就是在大選 2014年大選之後 那當時 新擔任院長 貿易支援院長 他說 開放資料 群眾協力 就是 cross sourcing 這些都要變成國家的政策方向 那所以當時 其實他做了一件我覺得很棒的事情 就是他組了一個叫做青年顧問團 就是我們後來把它叫reverse mentorship 就是讓年輕人 在內閣裡面 看起來是見習 因為他掛的是類似見習的那種招牌 但是實際上做的是顧問的事情 就是告訴內閣官員說要怎麼樣去 更有效地去跟人民溝通 但是青年顧問團當時有一個挑款 其實是從公務員服務法裡面 copy過來的 就是如果沒有長官的同意的話 不能夠用個人身份發表跟職務有關的談話 這個其實是公務員服務法裡面 目前還沒有修掉 我很希望你會修掉的那一段過來 所以有那一段我就不願意擔任青年顧問 那所以我後來就跟蔡玉琳正委員說 那不然我就當一個專案顧問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 就行政院院籍的一個專案 就要逼台灣虛擬世界法規調適 然後後來我就擔任那個專案的專案顧問 同一個時期擔任的還有應該是鄭國威 然後鄭鴻琴做maker的還有幾位朋友這樣 那所以當時我們的工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一個部會都必須要派一個案子出來 那個案子是他們之前用傳統的 跟不管是工會或者是工會的代表 沒有辦法討論出來的這種題目 那我們要想盡辦法讓他能夠讓他跟人民一起討論 所以當時我也不會特別覺得說 我在幫所謂國民黨政府服務 因為實際跟我互動的都是 不管是一開始談遠距勞動的時候 都是勞動部的可能專委啊 或者是署長啊等等這些朋友 那或者是說我想一開始做的是 股權勢群眾募資嘛 那那個是經管會的題目 或者是必所行股份有限公司 那個是經濟部商業司的題目 所以跟我互動的大概都是常任文官 那常任文官本來就是行政中立 它並不是因為是這個政黨 它才推這個政策 它是覺得民間有這個需求 所以它推這個政策 但是他們當然一直都覺得說 不管推什麼民間 當時因為政府滿意 都是9.2%大家可能還記得 所以他們推什麼都推不動 所以他們也非常的挫折 所以當時2014年底 我是在公務員人員服務中心 福華那個會館 分三個題詞 train了大概所有12職等以上的公務員 那整個行政員 即所屬機關就當了300人 然後之後再對11職等 10職等一路到9職等 去集中訓練 那就是調特定的案子來訓練 那後來成效非然嘛 不管必須是新公司 股權是去用募資 或者遠距勞動 其實在2015年一路到Uber等等 大概哪一條十都還算是成功 那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套真的不錯 就比較多人願意來 就是選這一套東西 那所以到後來 其實我覺得政權轉移的時候 很棒的就是說 當時的院長就是張善政院長 那跟當時即將接人的林權院長 其實這兩位也都不是特定的黨籍 他們雖然跟某些黨派有 就是合作關係 他並不是有黨籍 所以當時常在院院長就說 他們每一個部會都要做一個 叫做checkpoint document 就是他準備交接的那份文件 先公佈出來 然後再請林權老師的團隊下載 那這樣子對我有一個好處 因為我並不是政權交接團隊的成員 所以但是我作為一接素人 我也可以看到政權交接團隊 到底在交接什麼東西 那所以我在2016年5月交接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我會入閣 那到7、8月的時候 林權老師希望我去找一個 類似像蔡林成文這樣子 可以調適網路法規的人 那我也問了很多朋友 因為我不是學法律的 那但是我問的朋友 當然都要忙自己的事業等等 所以後來都沒有加入 那所以後來我就說 那不然我試試看好了 那所以後來也加入了 所以當時就是5月到10月 這5個月 為什麼可以跟上這個進度 而不會變成說 好像是因為不是任何一個黨的黨員 沒有黨籍也沒有黨職 結果被派出在外面 就是因為說這兩位行政院長 其實都是先公佈他們手上的數據出來 然後問大家怎麼樣一起做抉擇 是採用這樣子的風格 那所以我覺得蠻幸運的 就是我合作的 從毛治委員長開始算 到現在蘇貞昂院長 都很給我這樣子的空間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空間的話 我當然就願意繼續服務 因為我說的是公僕就公僕 就是主要是幫助公務員 然後來服務所有的公務員 這樣子的態度 那跟政黨的關係其實是不大 那當然如果就是有一些執政黨 他的目標就是黑箱 或者他的目標就是 所有的預算都不要公開 或者他的目標就是 事情不要跟人民討論 那當然就是走回頭路 那當然就沒有我工作的空間 不過現在四個主要政黨在國會 最近都簽了一個開放國會的一個聲明 所以至少這四個主要的政黨 這個開放政府是他們完全一致的價值 我想民主神話國際連結 這個這四個主要政黨沒有人反對 而且事實上他們的競爭 都是說另外三個做的不夠好 而不是說這件事情不應該做 那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個正式氣氛 所以我應該也會繼續服務這樣子 希望有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 那我就繼續了 如果沒有人要舉手 或者直接打電話 有兩個朋友問說 對於新任美國總統的對台政策 有什麼評估 我剛剛講到這個開放政府夥伴關係 其實就是拜登在當初總統的時候 他們一夥人成立的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那這個國際組織在歐巴馬政府的時候 其實被看作是一個很有力量的一個組織 是因為他要加入這個新的國組 他們當時好像四十幾國五十幾國 現在大概七十幾國了 要加入這個國際組織 我們只要先通過這個人權然後言論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等等的 就是國際的這種叫做value check 價值檢查 這些價值檢查都是客觀中的第三方做的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區域能夠加入的國家就沒有那麼多 就是說他不能只是說自己是民主國家 他必須是國際的評論者 都認為你真的是有機會解釋言論自由 你才能夠加入這個國組 所以在這裡面幾乎按照定義 你都是跟我們價值比較相的朋友 那就比較不會出現 就是動不動就被背革等等的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當我們2015年 就是第一次準備低檢要加入的時候 那當時在那個處理的過程裡面 那當然美國就經歷了他的總統大選 那也就是在2016年的時候 OGP這種多邊的這個架構 就被完全就是比較單邊或雙邊或少邊 叫小型多邊關係 就是川普的外交的主要的特色 小型多邊關係跟雙邊關係 那所以後來OGP就是美國加入的 參與程度就不太多 但是後來在法國在加拿大 當然我都有去參加 然後今天是韓國 然後中間在喬治亞 喬治亞很有意思 因為拿我們的護照 通常是不能去喬治亞的 但是因為他在辦OGP峰會的時候 要對全球開放 所以我們辦公室的同仁 這個外交的同仁也有去喬治亞 那他們只要有帶那個iPad 我就可以附身 在他們身上 這個蠻有名的 所以就是不管什麼國族 只要有人願意拿一個iPad 在旋轉椅上面 我就到現場了 那所以通常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進行多邊溝通 那所以這一次我想拜登回來 他不一定是OGP本身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最近啟用的一些人 就是林肯的一些幕僚 他們有幾個我們在Twitter上面 也有彼此追蹤 那他們的做法大概就是 回到這種中大型多邊 然後在中大型多邊裡面 先用所謂value check的方式 確保說這是真的價值同盟 然後這個價值同盟一起去 squeeze 一些比較沒有這些價值的朋友 然後去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陣線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 對我們來講也不是不能做 而且以OGP的角度來看 說不定我們四個政黨 在這件事情上面就更沒有起見 就是更更願意這樣子做 因為以前就是雙邊的時候 那他多個雙邊 我們四個政黨對於雙邊的 另外一頭的權重是不一樣的 但是現在是這種中大型多邊 那中大型多邊 台灣有實質參與 當然大家都覺得是好事啊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的這個國際空間 有可能會越來越大 那我覺得目前是神山樂觀 有兩位朋友問說要按讚啊 如果不按讚底下都是零票啊 那兩位朋友問說 很多的傳統產業都有接班的問題啊 那兩代人之間的對話 要怎麼做才有比較好的效果 當然我所在 目前所在的是服務業嘛 公共服務員對不對 公務員也是一種服務業 那確實也存在 就是年輕人有一陣子 尤其是在我剛入閣前的那陣子 年輕人比較不願意去擔任政治工作 那但是當然佔領之後 有一些朋友是比較願意擔任政治幕僚 或者是在地方政府發會 因為2014年選舉之後 有一些年輕人在地方政府 有多很多空間 但是在中央政府一直都還是有說 那這些青年的顧問 或地方政府其實有一些青年諮詢委員啊 他真的能夠接班嗎 還是他是來這邊過個水啊 就是當時很多的專業的事務官 就是不是很確定 我們這一群當時都是35歲上下 那有些甚至才20幾歲的朋友 他說那他願意劃個兩年 願意劃個三年來學習公共服務 那當然講得很客氣啦 說見習顧問 就是說諮詢一下這些年輕人 要怎麼跟公眾溝通啊 怎麼使用網路啊等等 但是這些事務官不只一個喔 事實上好奇 有問我說 就是你是來就是刷經驗值的 還是你真的有興趣 就是一起做公共服務的工作 那這個確實不容易 因為在當時 當時有所謂關不了生這種說法嘛 就是如果真的成為 Fortime的政務官的話 那其實是要付出非常多的 就是情感勞動嘛 就是要處理很多民間的期待啊等等 那所以也有很多人覺得說 那他盡可能做幕僚的工作 就不要出現在台前 不要出現在台前 就比較不會變成劍拔嘛 那但是我自己在這三四年裡面 學到特別多的都是那些很公開說 他身上已經有劍拔所以沒關係喔 好比像說我們指揮官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物 他公開說他身上就是劍拔 所以他已經做好了這樣子的心理準備 所以可以看到說他雖然從疫情最一開始主持 每天記者會的時候 一開始口條還不是非常好 是越來越好的 但他那個態度一直都是一樣 就是當他聽到就是各種千奇百怪的問題的時候 他都是說那委員加強我們嘛 那你早點講嘛 那我們一起來想這件事情 這是很好的問題等等等等 他有一個就是非常前衝的那樣子的態度 而且會讓問的人覺得說 那他好像有個責任來幫忙一起想一想 因為人家雖然是指揮官 絕對看起來不像是在指揮你的態度 那甚至像有一些小學生 我記得有次問指揮官說 就是有一些記者的問題 他們聽起來都很荒謬 就算是小學生都覺得很荒謬 那難道這個指揮官不覺得很荒謬嗎 那指揮官就跟這些小學生說 就是你要想一想 從他問的那個人的角度 這一定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你要先進入他們那個角度去幫他想 你才能夠真的回答出來他的問題 那像這樣子的互動 我覺得我一直都學到蠻多的 因為在疫情期間 就一直跟指揮官做 不管是課照等等這些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一方面就是要深教 就是長輩不要覺得好像是說 年輕人提的這些都是已經看到的 那就是指揮官那個態度就是很棒啊 那委員加強我們吧 那他講的這個對象是高雄安委員 他年紀應該是比他稍微小一點 那但是他是高雄安委員是 就是應該鴻海之前做大數據分析的副總 所以其實他蠻懂這個供需分配啊等等的事情 那高雄安委員聽到這個時候 他就不好意思不分享 所以我們隔天就等高雄安委員 他後面的那個社群的團隊 就一起去調整了 就我們口罩的配送的這個方法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對話就不會覺得好像是說 我先去想說我沒有資格講話 而是大家就是論事對事不對人的 去對一個共同的價值去做創造 那主管這種態度就是他有點像鼻巴龍的效應 就是他就假設你是一個非常成熟的人 就算舉動心智什麼不是很成熟 他反正就是假設你是很成熟的 願意來一起做事情的人 那這個時候跟他一起工作的年輕人 就比較願意 好像越來越願意提出一些真的很紮實的 然後we have research 就是有做過功課的這些做法 那像剛剛講的那一位開放政府聯絡人 在衛福部其實也非常的年輕 那他也是根據指導的這一陣子 我就可以感覺到他用肉眼可見的速度 變得比較成熟 所以我覺得身教這個是真的是很重要 那有五位朋友問說 其他桃園對於社會企業的看法 建築業是不是可以擔任社會企業這樣子的角色 當然是可以啊 其實社企在我加入之後 我是把社會部門跟企業部門中間加了一個點 那那個點就是所謂的創新 所以就好像說我剛加入的時候 是被要求處理那個亞洲西武那個專案 那亞洲西武那個專案當時有一個blending的問題 就是不是筆劃或什麼 但是就是我們呆過西谷的人 都不是很喜歡這四個字 那就好像說如果你是金城武的歌迷或者影迷的話 你不會很喜歡看到桃園金城武者 這五個字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感覺上好像就是你在心裡已經有一個形象 那這個突然間桃園人都是金城武了嗎 還是金城武要搬到桃園人都不是啊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會有一點心理的反作用力 那所以我當時就是在亞洲跟西武中間加了一個點 變成亞洲點西武 那個點就是連接的意思 所以既不是金城武要搬到桃園人 也不是桃園人都要變成金城武 而是說我們要在中間有所連接 我們要在亞洲這邊的社會能量 跟西武那邊的科技創新中間有一個連接 那這個連接不是只是說 引進西武技術來解決亞洲問題 也是透過亞洲集體智慧來解決西武技術創造出來的 好比像說假訓疑犯的這種問題 那所以這個點是雙向的連接 所以後來就是我接到社會企業這個題目的時候 也是加了一個點 那那個點就是創新 所以從社會部門這邊有社會創新 那從企業這個部門也有企業的創新 尤其是現在如果是上市櫃公司的話 其實永續發援目標 GRI準則等等 其實大家都已經道對如流 所以其實不像以前的CSR是比較是可以 就是對內交代就好 那對外交代其實就是做到 你今晚會要的那個樣子就可以了 那但是現在因為是完全都用永續發展目標 是同一套語言 所以你的對外交代現在就都被要求說 必須要可量化 甚至有些還要可貨幣化 那所以就是確保說我們是compare Apple to Apple 就是同樣東西可以同樣的比較 那你出現一些新創 像永續智庫這種公司 他可以用AI去分析所有人的GRI報告 然後甚至可以你給他一些量化的數字 他按一個鍵就生成 就是文靜並茂的GRI報告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做法 我覺得都是讓社會這邊的創新 跟企業這邊的創新 更容易對接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社企業的時候 就比較不像初期 好像都是跟青年創業 是吧好像是有點連在一起的看法 那我們現在在社會創新的登陸平台上面 我們現在SI一點排完 就是如果找社會創新的平台面 可以找到 那就是各方大德 都有來登陸 現在582個登陸 那有些是合作社型態的 好比像說主婦聯盟律主張小菲合作社 那有些是公司型態的 像可能大家都已經聽過 甚至沒有加入的大安恩 或者李仁等等這些公司 那有些是基金會型態的 好比像說喜漢兒等等 那這些其實都是在台灣可能二三十年以上的歷史的主要的貢獻者 那但是在以前比較不會覺得說 它就是一個社會企業 但是現在我們如果是說它有沒有哪些創新 可以讓社會部門跟企業部門參考 都有而且都非常多 所以只要能夠用這17的永續發展目標 這樣講出一套道理 等於是說即使它是非營業組織 也像上市會公司做GRI報告那樣 寫出一個這樣子的公益報告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能夠貢獻什麼就可以對接起來 所以我覺得建築業當然它就是有非常大的空間 like little 也有非常大的空間 那我們在很多像林口新創業那邊 就是很刻意的去把那是一個社會住宅的一個案子 但是裡面也有一塊專門是來做這種社會的創新創業 那我們就是讓社會部門這邊的需求 就是那邊有很多混居等等那些需求 變成這些社會創新者來那邊解題的空間 政府提供一個sandbox 就是目前法規需要調適的部分 就像我當年的校長一樣 就是說經濟部就先幫你處理 所謂處理的意思就是你可以違法的意思 但是違法也只能違個半年 而且不能違反洗錢方式跟資助恐怖分子 當然還是不行 但是其他的你都可以去任意的挑戰 那挑戰半年之後 如果真的是一個好主義 那我們就幫忙你去跟各部會去放鬆這個法規 因為顯然你比較有道理 但是如果後來發現不是一個好主義 那它也不會好像旅俗一樣 就是整個台灣都陷下去 而是在某一個地方大家發現這不是好主義 那我們感謝投資者的貢獻 但是大家都學著不要再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很多像就是無人載居 或者是我們其實無人載居也分成空中的跟地上的 像無人機送藥 或者現在有所謂Software Defined Metro 就是用軟體定義的像時間運這樣子的公共運輸 等等 那都是在實際的需求上面去成立出來 那每一個大概都跟這些居住空間、建築空間有很好的互動 所以我覺得大家之後也可以想一想說 就在實際住的人就是Smart City裡面的Smart Citizen 有哪些方式透過這種Puget Infrastructure 就是公共討論的空間 也可以去吸引這些新創的團隊來解決社會問題 那它一旦解決它就變成社創 它不一定要成立的時候去設計 它這個Project就有社會利益有社會價值 有四代朋友們問說對於萊豬的議題 執政黨是不是真的有落實民主 結果我們可能要看公投的結果才不知道 然後因為公投剛這個達標了吧 那我是覺得我自己是覺得公投 當然現在公投黨大選也是其中另外一個達標的 那我在這個議題上面也有想過了 因為之前我們投就是對人跟對事 曾經綁在同一天過 那而且有些事還是那個人提出來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支持這個人 那大概也會支持他提出的這件事 就是這是一定的事情這是人質場景 但是這樣子確實就讓在選舉的時候 人跟人之間比較是競爭性 而事情跟事情之間其實明明有的時候 可以找到一些默契或者是一些共同的價值 像我們那個結婚不結音那個超連結法案 就是綜合兩個公投的結果出來的東西 那像這些東西其實本來可以討論空間蠻大的 但是他跟人綁在一起的時候 討論空間只有縮小了 當然如果不是從審議 而是從倡議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是一件好事 你會跟人綁在一起 那個人比較有知名度 比這件事情有知名度 所以我想兩邊都有各自的道理 那但是當然大家到最後會怎麼樣看這件事情 就是居住於我們接下來的這三個公投 還包含核四重啟的那一個 最後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不過按照公投法就是 不管是執政黨也好 或者是立法院的執政黨團也好 至少有兩年的時間必須要 收到公投的結果的約束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明確的一件事情 那有三號朋友問說 除了公共服務之外 我又沒有什麼人生追求 我為人生追求大概就是 sustainability 就是永續 那永續用一句話講就是說 我登出的時候的世界 我希望比我登錄的時候要好一點 就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我什麼時候登出不知道 但是 所以因為什麼時候登出不知道 所以每天都盡可能就是 讓一天結束的時候 世界比開始的時候稍微好一點 那這樣子大概也就是可以瞑目了 like literally 晚上就可以睡得比較好這樣子 還有兩位朋友問說 疫情的管控跟數位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好的問題 數位是把人跟人連在一起 IT才是把機器跟機器連在一起 這個是每次只要日本記者 都要重新講一次 因為他們說是IT大臣 那我們明明已經有科技部長了 對也有科技證位 其實IT它是所謂的資訊技術 它是數位的基石 但是並不是數位本身 數位是軟的應用的部分 那IT它是硬的連接層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疫情控管上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剛剛講到的 Fast Fair Fun 就是為什麼可以快速的去讓大家知道 全然病學的一些基本知識 而且大家知道之後可以轉化成自己 身邊可以做的行動 主要的原因就是可以快速給出交代 就是accountability 那當然大家比較容易看到的是指揮官 就是每天被自己的問到寶 這個是容易看到的部分 不容易看到的部分是1922 那1922這個最近尤其是那個延展性 就是被嚴重的壓力測試 那但是還是有撐過去 那或者是像我們線上的那些機管家 像LINE的那個checkbot等等 大概目的都是說如果是常見的問題的話 它盡可能第一時間把澄清的訊息 放到不管是打1922的人 還是看機管家等等的這些人的手邊 那如果它不是回答得出的問題 像就是如果有人打電話來說 這個電鍋不加水可以消毒口罩 而且不會破壞口罩 這種題目我想接1922的call center 然後要他們回答真的也很難為他們 所以他們就會立刻escalate到食藥署 那當然最後結果就是我們都看到 指揮官在就是即將會上面試著 就是用電鍋消毒口罩 然後把那鍋加放到那鍋裡 因為他可能沒有用過電鍋 但是我有一個誠意可改 而且這樣比較有記憶一點 所以問題如何就是說好的想法 能夠快速地escalate 然後增幅 就是變成大家都公知公問的一些事情 那如果不是新的想法 而是本來已經問過的問題 確保這個回答能夠很快地傳遞給大家 那有這樣子的數位的基礎建設 靠的大概就是我們所有的在指揮中心的朋友 都是用所謂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並沒有什麼怕給人問的這件事情 他如果覺得說我現在掌握到這樣子 但是我不是很確定 他就說我不是很確定 他如果說我們現在根本沒有掌握 他就說我現在根本沒有掌握 我稍後晚上再開個計程會等等 那這樣子的情況反而讓他覺得說 那就是他認知不明或者是他搞錯 或者是他這個像鑰匙在一開始 我們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我隔壁的鑰匙在他的門口貼大大的海報 就是每個寫A4子說不要相信APP驚嘆號 那我這個我當時看到其實真的有點不理心 覺得說這個民間好不容易寫出口罩地圖 那但是要是說這個絕對不要相信他 還有一個全新驚嘆號 全新驚嘆號自己一張A4子 那當然我就鼓起勇氣 他進去問是怎麼回事 那他就說他早上發號碼牌 發完的時候就已經沒有口罩了 那但是口罩地圖上面 他是中午才過卡 才過那個健保卡 所以其實看起來就好像他暗缸口罩 因為你從地圖上面看起來 就是他賣到中午一下子賣完了 然後後來就沒有口罩 那其實他在早上8點到9點 就已經發完他的號碼牌了 所以其實出現不同步 那其實像口罩地圖是社會創新 是台南的幾位朋友做的 那發號碼牌其實後來我才發現 年輕要是有一個群組 甚至好像有一個工會 那他們也會再發那種叫號碼牌 你去iPhone就可以列印的那種卡片紙 所以兩個社會創新各自都很棒 但是當他同時發生 指揮中心都不知道的時候 那就好像可樂加上曼多珠 就爆炸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馬上道歉 那當時其實社會上面 有一股壓力就是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逼著腰匙 一定要一張張過卡 而不是發號碼牌換健保卡 這個做法 但是指揮官立刻就決定說 反正鑰匙是第一線 他們是最辛苦 他們不管做什麼都是對的 那是我們錯 那然後我們馬上改善 那當時我們每個禮拜四改一個版本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在下個禮拜四 按照一個鑰匙的建議 變成說發號碼牌跟領口罩 分成兩個時段 在地圖上顯示 那這樣的鑰匙 就突然之間沒有那麼痛苦了 但是我隔壁的那個藥局的門口那個還在 所以我又呼吸引起 就是強化一下我的玻璃形又進去 我每次會跟他買一些東蟲蝦的藥形 然後我又走進去 然後之後他就跟我說 一直把痛苦的時間從三個小時 縮短到三十分鐘 因為他八點半就發號碼牌了 那九點之前 那個口罩地圖上他還是在上面 所以他那半個小時電話還是被打爆 還是有人說他鞰匡口罩 那所以我就說 那假設你是我的話 你會怎麼辦 那這個其實是數位社會藥形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可以講得出這句話 在以前如果是 政務委員說 如果你是政務委員要怎麼辦 感覺上就很像是在調侃對方 好像不是很誠意的 但是我因為之前已經知道他後面有一個很大的群組 所以我的意思其實不是只是關於他本身 而是說你問問看你的群組裡面的那些鑰匙 你們有沒有什麼比我更好的想法 如果有的話我馬上道歉 而且下個禮拜四就做 那他就想一想說 我問一問我們群組 你明天再過來 那我明天 然後隔天我睡滿了八小時 然後又有鼓起勇氣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門口那個A4紙不見了 然後我就非常高興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改程式 所以為什麼會不見呢 然後我就走進去 走進去之後呢 他就跟我說 他的群組沒有人告訴他 只要他8點半放完號碼 他在那個後台進銷存的那個界面 只要輸入我進付500片口罩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們沒有檢查那個正負號 所以當他付500片口罩 他的倉儲就變成負的 倉儲負的是說 顧客要賣他口罩的意思嗎 總之意思就是說 他那個系統跟他處理 所以他就會直接消失在地圖上 所以他就找到一條隱身斗篷那樣子的東西 那然後 而且他的朋友還提醒他 說你晚上要衝整 衝整是一個術語 就是說他要再加500片回來 不然他隔天還是活在地圖上面 那所以他就在那邊 重複衝成 重複衝成這樣 那所以他就很高興 然後說不要跟社會官講 那因為這已經接近一個白毛海客的狀態 就找到我們資訊系統的漏洞 那所以後來呢 剛好當時社會官說 禮拜天鑰匙可以休息 但是又有一些鑰匙覺得 別人都在休息 而且我人手充足 所以我還要買 所以這個時候 他要賣的這些鑰匙 他就按一個鍵 他就沒有打烊 那他不按那個鍵 他就打烊 那所以打烊 就從地圖上面消失 那所以後來我就趕快告訴 就是健保學的朋友說 你在平日也要給自己按鍵 那他隨時移按 就從地圖上消失 所以等於就把這個 重複重整的這個東西 把institutional s 變成我們數位的基礎建設的一部分 那所以 這我講了一大討論 但是其實總結就是八個字 就是叫做開門造局 然後你行你來 那所以就是說 開門造局 就是我們隨時那個藍圖 都跟大家分享 那隨時你有更好的想法 我絕對沒有面子問題 我馬上到假日下禮拜四 就把它roll out 把它變成全國性的政策 所以這個數位的基礎 並不是我發明的 甚至也主要不是我 我始作的 主要就是所有的千千萬萬的鑰匙 它隨時想到更新的更好的想法 它只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覺得真的不錯 那我們立刻就始作 立刻就始作 那是靠這種眾人的智慧 來達成異性的管控 那在幾乎所有其他的題目上面 防禦禮拜等等 也都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這是 真的是一次 集體智慧的一個展現 有三位朋友問 什麼在行政院遇過最挫折的事情 去年一整年最挫折的事情 就是看隔壁的那個藥局 門口提了不要相信 很簡單 花了三個禮拜 才讓那個A4值消失 那一段時間 真的都是 就是睡得沒有很好 但是盡量想辦法睡夠 那如果是以整個四年來看的話 大概沒有什麼 比那個時候更挫折 但是差不多挫折有過一次吧 就是當時 我在2017年3月 當時提出這個公開快速結構化 就是即時訊息澄清啊 等等的這些做法 跟現在的做法是完全一樣的 那但是當時 因為是第一次台灣社會 聽到事實查核機制 這六個字 那所以當時其實 有很多媒體的朋友 很多是以前 比如玩家很好的朋友 對這個有所誤解 覺得說好像 我要開始插進媒體 或者是說 我要開始 對媒體的關鍵字去進行審查 或者是去要求 就是以內閣成員的身份 去要求媒體 改變他的措辭 改變他的寫法等等 那當然他們講的其實 雖然沒有在台灣實行 是有在附近的政體有出現 其實沒有錯 我講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後來就 通過了一整部法律 包括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都變成他的法律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們會擔心 台灣會新加坡化 這個也是有道理 但是當時的市場核機制 我提出來的時候的意思 其實講的是獨立的 它也可以來 Fact-check行政員 後來他們也有 Fact-check行政員 而且台灣市場核中心 當然是靠小額捐款 它完全不能接受政黨 或者政治家的捐錢 而且如果你不相信TFCC 其實台灣還有別的Fact-checkers 還有Michael Penn 還有趨勢科技 那個房紮達人 還有Who's Call Who's Call 把美育儀等於收購進去 那還有很多別的 真的假的Code Facts等等 所以其實在台灣已經有一個 Fact-checking的一整條生態系 大家在Line Today上面 都可以看到他們Fact-check的這些成果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政府就在一個 比較不需要來判斷 說哪些言論要審查 尤其不可能事前審查 因為大家都記得建議 我也還記得建議 沒有人想要回到那個時候 但是民間隨時看到說 好比像說在前年11月 那當時很夯的一個謠言 說什麼香港的什麼年輕的 13歲的暴民去殺警察 這個就可以領到20萬 當時在很多群組裡面瘋傳 那當時的目的當然大家都知道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當時總統大選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議題了 那所以就不是靠行政院 或外交服務或陸委會 做了任何事情 而是靠就是他要視察的中心 他們就去找這個訊息 跟那個很聳動的照片 到底哪裡來的 那個照片其實是路透社的 這六個照片 但是路透社底下的標題 只是說香港示威者裡面有年輕人 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是誰加上這個說 有什麼13歲的小暴徒買了iPhone 然後要去殺警察 到底是誰呢 那TFCC後來就找到說 是一個叫長安劍的一個微博帳號 長安劍是中共的總量政法委 所以等於是他們的 不怕更大 他們主要負責就是 言論傳播的那個微博帳號 可是很有意思就是這個在香港不傳 就是專門在台灣主 但是呢即使是TFCC做出了這個事實場合 我們都沒有把任何東西下架 相反的只是說你在像Facebook 分享這個新的這個caption的時候 改造過的caption的時候 那它會冒出一個提醒說 這個是TFCC 可能是它的中心已經發現 這個是中共的中央政法委獨家三主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警語 事實上也不是警語 什麼做什麼 但是就是確保說 每個人看到的時候 是在一個正確的frame裡面去看到 而不是說 好像就是把它當作 路透射真的有寫這個東西的方式去看到 所以當時想的這張套 大概到2019年 那逐步都落實 然後也CSIS 就美國那個智庫 前兩天吧 才發佈說 這個美國就是沒有採用台灣的模式 所以最後才會走到這一波 這個不是我講的 CSIS講的 那所以 其實變成大家一定要來學習台灣這個模式 那所以現在回想起來是覺得 當時做了正確的決定 沒有讓整個言論環境 就是新加坡化 但是在當時 那些以為我們想要把言論環境新加坡化的朋友 當然是有非常多的批評指教等等 那甚至人身攻擊這些 那當時確實感覺蠻挫折的 不過當時我是化挫折為力量 我有一天就是 就在網路上面把所有這些批評指教的朋友 那一個晚上回了可能快要上千個留言 就是在Facebook上面把所有 就是覺得我們要做事先言論審查的朋友 那只要提到這些名詞 我都想去就是逐一的回覆 那所以我覺得也有受到一些效果 可能大家沒有想到說 真的是 就是 或是想過這些 而且很願意具體的跟大家對話 不過也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唐鳳會通知老婆的這種傳言 就開始轉傳了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利的 好 有三個問說 他的防禦比其他國家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秘訣是我們整個社會有打過預防針 有抗敵 就是我們有SARS 但是有經歷過SARS或者MERS 或者其他的大的流行病的國家 這一波當然平均起來都表現得比較好 但是也不是總是比較好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記憶遊戲的時候 這個人的記憶能不能夠被寫進組織的記憶裡面 台灣2004年的時候是整套的組織記憶 就是包含最近又被拿出來討論的 和平醫院的那些事情被寫進整個傳言病防治法裡面 而且當時其實大法官有一個示現說 和平醫院的那個舉措它是幾乎危險 那但是為什麼不是危險 是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那個情況 那但是他認為這是 就是大法官們認為說 這是目前的當時的傳言病防治法的漏洞 所以一定要補起來 在SARS 2.0 就是SARS再次出現以前 就必須要建立一套 我們現在大家可以來熟悉 想包含重要疫情指揮中心 等等的這些體系 所以2004然後一直到2005 然後慢慢這一套東西被寫進 不管是法規制度庫存等等的這些事情裡面 那接下來就是每年每年的演練 每年每年都在準備說 SARS再來會怎麼擺用 再來會怎麼樣 那所以到最後就是李文良醫師 出來SARS又來了 那我們當然就當初的playbook 全部搬出來用 那但是旁邊的很多國家 他可能在當時也有建立一些制度 但是可能每年練習的那個強度 密度沒有那麼高 或者是說在演習的時候 他不是所有的人都 所有記得的人都有參與 那所以就變成是說他實際動員的時候 就變成他只能做全政府動員 而沒有辦法做全社會動員 但是我們這邊是真的全社會動員 就是30歲以上的人大概都記得SARS 是就是怎麼樣的情況 一些不願意回到那樣子的情況 所以就算當時指揮中心一時覺得口罩存量好像很危機 然後說健康的人在捷運上面 就是可以不可以就先不要戴口罩 那時候整個社會都告訴指揮中心說你搞錯了 其實捷運場就是要戴口罩 那所以48個小時之內 指揮中心馬上就轉彎 然後就說我們盡可能去協調增產口罩 那還是戴著吧等等 所以這個就可以告訴我們說社會部門的這個能量 以及社會部門的防疫的就是know how 它是均勻地分布的 所以就不會變成好像在其他的地方 指揮中心要同時擔任 就是由上而下的規則制定 然後還要試著橫向的串聯 這真的不容易 那我們這邊大部分的橫向串聯的工作 都是靠在地的社區 一路到禮拜師等等這些系統去幫忙處理掉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橫向串聯的能力 然後以及大家都還記得2013年的狀況 這個是真正最重要的 所以我最近也都 所謂最近就是已經快一年了 都跟各國說 就是等到疫情稍微趨緩 可能疫苗接種到一個程度 那其實SARS 3.0來是時間問題而已 就是十年之後或一年之後的問題而已 那而且現在都已經突變到2.5倍塔版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中間稍微可以喘息的時間裡面 那任何的國家都應該做台灣在2014年做的事情 就是確保說 我們的人類的這些記憶 能夠寫進組織的記憶裡面 那這樣33.0來的時候 才不會覺得好像要重頭學前 有四個客人問說我的減壓方法是什麼 我的減壓的方法就是學校 每一天都要睡到8個小時 那如果要處理很複雜的問題的話 那我睡前就要看過那些資料 而且還要加班 就是要睡到幾個小時 那我去年有 對 去年有一次看了一場 我去年整年好像只看了一場在電影院看的電影 就是天能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別的電影我只要看其他人爆雷 我差不多就等於看完了 那但是天能大家都說沒有辦法爆雷 所以我就只好進劇院看 那看的時候當然也不是看懂它 就是感受它嘛 因為那個電影說要這樣子看的 那看完之後就快半夜了 然後我就睡著 然後睡了那一次是10小時 那睡了10小時一醒來就全部都看懂 所有的那個劇情線都完全豁然變了 完全了解 所以可以說是我是真正工作都是在夢裡做的 那其實白天大概就是來蒐集做夢用的材料 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其實白天就不會有壓力太大的這種感覺 因為一切都是反而等到夢裡在解決 我在白天就是盡可能的去分享我已經知道的事情 以及收心的想法就好 那至於這兩個要怎麼講課 那就就是Sleep on it 就是睡飽的再說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有三個問說 我平常會做的休閒娛樂 除了睡覺之外 是什麼呢 以及最近最關注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除了睡覺之外 我有一個休閒娛樂 就是我把它叫Troll Hugging 就是擁抱小白 小白就是在網路上面發言比較白目 而且有時候會人生攻擊的一些朋友 那我的興趣就是去engage這些朋友 去回他們的留言 那大概的做法就是 就是滿簡單的 就是去試著它一百個字 可能都是就是mama 但是裡面有五個字 讓我覺得說這個可以有建設性的解讀 那我就專門回那五個字 而且那九十五個字 都當作完全沒有看到 那這個其實它的目的 其實是公眾教育 其實不是關於這個人 而是關於看到的所有其他人 所以說只有有具體貢獻 具體建議的留言我才會回應 那但是我也會很認真的回應 好比像說之前有說那個什麼 為什麼外交部就自己決定要捐口罩 去其他的國家都沒有問過我們 如果有一個可以讓我們投票的話 他會覺得好過比較多 我這樣子講大家覺得合情合理 不過他前面後面都有很多人生攻擊 我就不講了 那但是即使是這樣子的留言 我都會在底下說你這個建議非常有道理 那我們盡可能盡快就會把它實作出來 那所以後來也實作出來 就是在健保快移通裡面 如果沒有領取的口罩的這個配額的話 那你可以故意14天不去領口罩 然後接下來就多了10片口罩 然後可以去到台灣CanHelp.com的TW上面 就可以看到一個叫做口罩榮譽榜 就可以直接看到大概有700萬片口罩 有70多萬個人 大概一半願意顯明 另外一半是默默行善 那在這個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那大部分的朋友其實是 就是你給他這樣子的一個機會的話 他會願意建議到非常非常細 包含說那個捐贈的按鈕要按什麼 或者那個就是他要怎麼畫 他的英文要怎麼寫 那甚至是如果沒有做好 台灣CanHelp.com.tw是我們加的 民間也加了一個叫台灣CanHelp.us 那民間的那個就是聶詠禎 阿滴然後大韓等等那些人 祖儀他們就是在紐約時光 登了一個廣告 那就是那個廣告後面的網站 他們也有顯示 有多少個人就是貢獻口罩的額度等等 他們真的顯示出來 他就比我們漂亮很多 所以我們都是一個拋磚引玉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對大部分的朋友來講 就會覺得說 那就算是人性攻擊 還是漫畫什麼東西 只要裡面有一些可能 變成社會創新的這些梗 那我都是包持著欣賞的態度 而且說你這個電子很好 我來幫你擴散幫你增幅 所以後來又有一個梗說 就這樣被你增幅 那所以又變成網路上面 然後再傳了一個梗 大概是這樣 那最近最關注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最近就是在今天 我比較關注的就是國際書展 因為我本來是國際書展的閱讀代言人 也是Open Book的閱讀代言人 那國際書展全面線上畫 那像我在《親子天下》 也有一本以我為標題 其實我在日本的那幾本書 其實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者 因為都沒有看過文稿 我也看不懂日文 但是也沒有抽版稅 所以其實都是標題是我的書 那這些書當然 其中有一本《親子天下》有出 那所以它本來也是希望我去 就是TICC那邊去分享啊 然後辦簽書會啊什麼之類的 那後來我也都答應 時間也都留下來了 那當然後來就變成全線上畫 所以我今天稍早還是有去TICC 還是有去書展的檀位 其實都沒有實體的人在旁邊 都是在遠端線上的人 所以我們當時也是看到說 真的有很多的出版器也好 書店也好 因為他們其實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 那一夕之間要線上畫 為什麼這麼快 就是因為他們有《institutional Memory》 因為一年前也是這樣 所以順之間就把它本來實體的節目 統統都擺到線上 都變成線上的節目 那這一次也非常的順利 就是包含我們一年前花了很多時間處理的那些頻寬啊 或者是同時上線人數啊 或者TICC本身的設備能不能承認住啊等等 那現在都非常順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次真的是我們整個會展業 這個數位轉型到現在都已經非常非常順了 就是任何時候辦這種線上線下同時舉辦的 然後把線上調多一點 把線下調多一點 好像都就是雖然我也了解他們都很爆肝 但是最後辦出來都很游刃有餘喔 所以就是讓我覺得是真的很不錯 就是我們的數位實力 真的在這一次得到很充分的展現啊 有四人問說 可以請教政委喔 如何好好睡覺喔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喔 可能可以開一個三四天的seminar 就是最近有本科普書 人為什麼要睡覺 那個裡面有講一些做法 那我自己的做法 大概可以講分成兩個 一個是說我會在睡前一場段時間都不去碰螢幕 其實我現在已經慢慢變成白天都不碰螢幕了 那我所謂不碰螢幕 literally是不用手去碰螢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就是對著這個螢幕 其實都是隔著一支筆 所以我因為我的大腦覺得說 我如果手碰螢幕碰比較久 我現在唯一會碰螢幕是放大跟縮小 這兩個動作我還是會碰螢幕 因為要靠兩隻指頭 但是碰一下就拿回來 因為我如果手指碰螢幕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我當然會覺得這個螢幕是我的手的延伸 它會變成好像幻肌的這樣一種感覺 那一方面就是到某個程度我就不知道 我是我在劃它還是它在劃我 我會變成好像下意識的一直劃一直劃的這個情況 那二方面是說我就沒有intention 就是我如果用筆或用鍵盤 我是先想到要做什麼才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如果是用時候 尤其是大拇指一隻滑一隻滑的時候 其實我完全什麼都沒有想 我就好像一直按電視台轉台器那樣子 機械性的再做一個操作 然後每次看完鈕蛋會轉出什麼東西來的那種感覺 那那種感覺是非常讓人睡不好的 因為隨時在夢裡總是還會手癢 覺得好像一定要滑一下或者按什麼一個讚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大概就是從全面變成不用手碰觸控螢幕之後 我就睡得比較好了 那直到現在像我的手機或者是這個iPad等等 大概也都是用筆 所以我即使是手機也是盡量無防速過螢幕 也是用筆來操作 我真的沒有手眼配 不過這是很拼自我以前啦 我從Pump Pilot ShopSaurus 然後當然現在這是Galaxy Nova Apple Pencil等等 大概都是用筆來思考 但是在此之前比較沒有去想說 原來是因為同螢幕所以才睡不好 那這是一個事情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我會盡可能的在睡前 大概兩三個小時 就把所有的Email都回完 那這個是其實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一天大概收到100封Email已經算少了 那到底要怎麼樣快速的回完呢 其實就是作弊啦 就是我每一封都只給自己大概100秒左右的Budget 那所以這樣子就是大部分用不到100秒 剩下10秒就可以做完 那怎麼樣做呢 就是我每一次稍微這樣子看過之後 我如果能夠100秒之內回復 我就不會拖到下一公信 我就馬上回 那如果我的就是100秒知道回不完 那我就會腦裡冒出一個100秒之內一定可以回得完的人 就是比我適合處理這件事情的人 那他如果是行程或者是訪問相關的 那就是後面這位黃紫衛 他就會瞬間接到我的這個轉記的信 然後那一封信就消失了 我有四位這樣子的就是 不管是我們專委 或者其他的助理的秘書等等 那所以快速就可以分完 那分完然後我自己能回的都會完之後 剩下的感覺就是要比較沈澱 才能夠處理的一些事情 那我就每一個按照他的輕重緩急 literally 有四個不同的奇標 那我標完奇標的顏色之後 這些就從我的inbox裡面消失了 所以100封信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平均吧 大概就可以處理得完 那我就發現說我只要有一兩封沒有處理完 我就睡不好 我會在睡前一直在想那一兩封 為什麼我不能夠交出去 或者為什麼不能夠做一個輕重緩急的判斷 那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等到這個判斷成為習慣 那反正判斷錯也不會怎麼樣 說真的 那這個情況下 那我就比較能夠睡得好 所以大概在路過之後 email的那個volume大概增了十倍 尤其是去年一整年就是 從世界各地來的 尤其從日本來的 可能就已經佔了一半 在高峰的時候 那大概也是靠這樣子的方式 來保持全年的品質 有三位朋友們問說 最近這個讓我回答過 最印象深刻的問題是什麼 那就是剛才問我 在進行政院以來最挫折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那就是讓我去回想到 當時做市場和機制的時候的那些事情 那那些事情其實對我改變滿大的 就是以前我都會覺得說 所謂的social sector 社會部門 它是因為我可能從小就參加像 就是祝福聯盟啊 或者是這些社會 就是或社區大學啊 或教改啊 這些比較建設型的這些社會運動 那但是我確實之前沒有在 就是當初去佔領立法院的時候 我比較沒有站在被抗議員那一邊 所以在2017年那一次是第一次就是 非常完整的就是站在 對方都非常非常有道理 也是他論點我也都支持 但他好像打錯對象 對的那樣子的情況下去 一個非常深刻的被誤解那個狀況 那所以當時真的對我影響很大 那後來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大家都可能已經聽過了 就是面對他接受他處理他嘛 所以只要能夠面對 那這個真的不容易 因為是一千個不同的來源 一千個不同的角度 那每個都要面對 那其實是很需要強化自己的玻璃心 但是我後來就是持一個欣賞的態度 然後一個一個回一個二回 可是很神奇就是當我最後回完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好啦那你應該也不是存著什麼壞心吧 好像也講的也很有道理 那我們也願意多想一想 那所以很可能就是他很多是積怨已久 那只是最後在我這個地方爆發出來 那但是我幫他回的時候 一定程度上也讓他發現說 有一些建設性的想法 真的能夠進入公共政策 所以他下一次的發言 就變得比較有建設性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很療療 就是很有 一開始其實就是 有一點像宣洩 但是後來就是真的有 好像彼此療癒的這樣子一個功能 所以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件 也很感謝這個問題 就是讓我回想起來 有三位朋友問說 認為追求健康的生活 除了睡覺 運動有沒有幫助改善 有沒有運動的習慣 我沒有運動的習慣 完全沒有 那本來還有走路上下班 然後而且會走得很快 然後會流汗 這是因為我從2017年開始 辦公室就不是在行政院 而是在仁安路3.99號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就是本來的空總 最精彩剛剛被指定成為古蹟 所以我現在是在古蹟裡面辦公 那總之 這個古蹟的辦公室 是現在是一個拆掉圍牆之後 就是類似像公園 所以好像大家在森林公園 旁邊見過畫室 旁邊又多一個公園 的那個感覺 非常的美文美歡 就是任何人就可以進來 去做自己的藝術的創造 文化的實驗 社會的創新等等 很棒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我在裡面走路啊 散步啊 壞走啊等等 本來是我主要的運動 那上下班可以各走個20分鐘 那但是後來在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 那我就發現說不太行 我大概從3、4月開始 我走路上班 就從20分鐘會變成25變30 然後最長的時候變成快40分鐘 因為中間就會一直很多人 想到口罩實名制的想法 就會拉著我開始講 說他覺得這樣改這樣改才對 而且他講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就會停下來聽他講 那到後面疫情比較沒那麼嚴峻了 大概就是要簽名或者要拍照 那所以 那我本來以為說這應該一段時間就會過了吧 一直都沒有過 你知道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本來可以就是靠走路上下班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要提早到早上可能6點7點開始走路 那才能夠這個就是確保說 就是中間大家都會覺得我是比較認真的對待大家 那所以後來就這個習慣也就就是 慢慢就變成沒有了 所以現在也在想要怎麼樣子培養新的運動習慣 最近有試著在那個XR Space 就是VR裡面打太極 那個是蠻好的就是也會流汗 那但是那個VR裝置 雖然他很輕也可以戴蠻久的 但是總是覺得說好像戴著的時候 然後很流汗等等這些感受 就覺得他有點像戴口罩戴的比較密的那種口罩的話 他會我的眼鏡等等都會起霧等等 所以我現在還是要想辦法解決 在VR裡面戴眼鏡會起霧的問題 才能夠在VR裡面完全重建運動習慣 對 目前是這個情況 那有兩位朋友問說 台灣的資安實力如何 我們現在還就是活著在這邊講這些 就表示實力還不錯 Literally 每一秒鐘都有攻擊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也跟愛沙尼亞很像 愛沙尼亞當時是就是被整個打到掛 就是整個政府都完全沒有辦法運作的情況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後來痛聽思痛成立 所謂的卓越中心 Master of Excellence 就是去把他那個區域 整個北約裡面 所有想要抵抗俄國的網路攻擊的高手 都照平來愛沙尼亞 或至少客座在愛沙尼亞 然後一起寫出所謂的塔林網路座戰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一點想愛沙尼亞 事實上我們也要做一個責案卓越中心 完全類似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在區域上面就是覺得說 最新的這些攻擊模式 其實在就是中共 對其他國家用疫情都會現在台灣用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按照國際法 它可以主張說它在就是它所認為的領土裡面 去進行這個你知道就是這種小型的領土裡面的測試等等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藉口吧 那我們這邊的當然的好處就是說 那我們等最新更新到最新的病毒 那我們這邊都不需要去用那種訓練的模擬題 去訓練我們的治安的白毛人員 他們每天都是實戰 而且是最新的那種實戰 所以到最後就是說 要我們能夠貢獻的給國際上的朋友 真的特別多 所以最近就是 Center of Excellence 就是正在籌備了 即將成立 那大概就是用類似愛沙尼亞 或者是荷蘭資安三角洲的那種想法 就是確保說民間的朋友也好 我們政府體系的朋友也好 國際上面關心這件事情的朋友也好 都有相當多的預算 充足的測試場域 那不只是IT的部分 包含OT的部分 就是後端工控工業控制等等的部分 那這些都有讓他們就是 就是很多的舞台 然後很多可以具體測試的地方 那我們的大型的這些公共建設 就好像在蓋一個長隧道之前 總要找一些人來放火 確保火災的時候 它能夠就是有效的疏散等等一樣 那我們在做大型的數位建設的時候 現在也越來越多就是 就是請這些白毛駭客先來做像賞金獵人 這樣子的測試 我們在沙輪的自駕車 在民生公共物物流網 在很多平台上面都已經 就是白毛駭客有過非常多的貢獻 那所以也可以確保說他們不會就是 跑到原地的NMH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覺得台灣資安 就是蔡總統說六核心 那其中一個核心就是資安產業 我覺得它是成長的這個潛力是最快的 好 那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好像表定是講到二十分 學歷真的重要嗎 從我的自己的經歷看起來 當然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但是現在 因為我就是中二嘛對不對 國中二年級異業 那但是現在我也發現說 越來越多的朋友 他自己在自己的知識institution裡面 他很願意去傳播開來 所以像社區大學本來沒有法的 現在也有社區大學法 給他一個法庭的地位 我們本來實驗教育沒有法的 現在也有實驗三法 給他一個法庭的地位 甚至實驗教育三法 在千兩年修訂之後 也可以辦實驗大學 所以我們也聽到有一些 好比像說美術館博物館等等 他就是想要交鼓器修復 他直接就是等於一個 只有這個系這個所的大學 他專門只給這個學位 那在以前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現在因為實驗大學法的關係 也可以喔也OK了 那接下來包含半導體 AI 循環經濟這些題目 好像也有很多廠商說 那我們是不是來專門就是做 他一學到立刻就可以投入生產的 這樣子一種實務型的這種研究 那這個本來也是大學法 學位受理法所不容許的 但是現在也有一個就是創新條例 可以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當然也是要在就是各部會的 就是委員組成的委員會的審核之下 所以我覺得我本來都是反射性的都會說不重要 但是現在就發現說 如果當每一個知識機構都可以發學位的時候 那學歷這件事情就變成非常的多元 它不會變成是把人的這個 career path 綁住了一個線性的東西 相反的它可以變成一個多元的循環的 就是我有些貢獻 然後我在實務界 那有點像EMBA 只是擴大到所有的非管理學的科系 我回到學術界 我的實務的經驗就可以讓我有貢獻 而且我跟學術社群之間是一個平等的關係 而不是一高一低的這個關係 那在這邊我這個學程完成之後 我又出去 我又回來的時候 那我可能我這兩年的實際的貢獻 可以抵一個碩士 所以我一回來又可以修博士了等等 所以當學術社群法現在已經給了這麼大的膽心的時候 我現在也有點覺得說 那我如果回到當年中二的時候 那就是回去創業等等 那再回到學術界 如果說那我在創業學學到了 怎麼跟自由軟體開放元素社群工作 那可以抵一個碩士 然後我接下來就可以寫博士論文的話 那我說不定也會願意把我就是學到的東西 換成一個博士論文 然後把它寫出來也未可知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是看 這個體制跟我們自己的經驗中間 不是誰要去配合誰 而是雙方中間的這個差距 大家透過社會創新 就是幾死共益的方法 大家一起把它這個體制變成 大家都能夠做出具體貢獻的地方 那今天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